点击屈红血丝按钮,进入红血丝操作界面。 可选择980激光,也可以选择1470激光,这是功率。 这是脉冲宽度。 这是频率。 单击加、减、按钮调整参数。 这就是功率。 如果值太小,它将不起作用。 如果太大,容易红肿起泡,常用范围为6到12瓦。 这是脉冲宽度。 脉冲宽度是激光停留在皮肤上的时间,如果值太小,它将不起作用。 如果太大,疼痛会加重,会起泡,常用范围为30到60毫秒。 这是频率。 频率是每秒发射的激光的数量,通常在2到3赫兹的范围内。 这个灯泡是瞄准灯。 单击此按钮可调整瞄准灯亮度。 一档弱,三档特别亮,一般用一档看红血丝。 如果太亮,则不清楚红血丝,影响治疗效果。 这是本次开机发射的能量技术。 这是该仪器次出场后,发出的能量总发射次数。 松开急停按钮,点击开始按钮,踩下脚踏开关,激光开始输出,松开踏板。 激光停止输出,如果参数不合适。 点击返回按钮,进行参数调整,增加一点能量,或者迈宽,再次点击开始重新治疗。 这是驱除红血丝的方法。